大家好,我是Stan 目前韩国四大经纪公司当中 唯一没有推出四代女团的YG 今年初有公布过 会在2023年推出 七人组合七人女团Baby Monster 然后在7月11号再次公布过 Baby Monster9月确定出道 出道曲已定好 之后在8月22号媒体也报道过 9月出道YG新女团Baby Monster 关注爆发 但是今天已经是9月25号了 虽然说YG一向都是这样 出道了才是出道 没有订好日期就不能相信 但是因为几件事情 所以在韩国饭圈 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谣言产生 让粉丝们很担心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已确定的Baby Monster成员当中 因为翻唱Dangerous零食的高音 阿雄在韩网收到了很大的关注 但是从7月25号开始 在YG的上下半路 Baby Monster的官方IG 甚至在世界PlayPink的演唱会 也只有出了阿雄之外的 六位成员照片曝光 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阿雄 预告出道的9月也快要结束 YG也没有什么回应 所以才会让粉丝们都非常担忧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成员们年纪还小 晚一点出道也可以 但是没有阿雄的话 就变成没有中心成员了 没有阿雄的话 不是粉丝的我都感到心乱 没有阿雄的话 六人组合里韩国人只有两名吗 太夸张了 最起码要超过一半吧 不是生病了吗 已经签约了 不可能反悔去别的地方的 YG也不可能好好放任 每次有关Blackpink续约消息发布时 股价就会大波动 趁现在Blackpink还这么哄的时候 不应该赶紧推出新女团吗 但是看新闻报道后 应该也没有多少粉丝会相信 真的是9月出道吧 可能YG最近只能专注于 Blackpink的续约问题 所以Babymonster的出道才没有什么消息吧 对于韩国网友们的担忧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在韩国连续拿下电视剧收视力冠军 被海外媒体称为是第二个欧金额给影 在国内外都获得了非常高人气的 迪吉尼普洛斯韩剧 Moving 划下了大结局 因为在韩国这种英雄故事类的作品 成绩一直都没有很好 所以Moving的全球成功 真的是收到了韩网的称赞 甚至连迪吉尼的CEO爸爸一个 也亲自发送庆祝信函到韩国迪士尼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Moving大结局后的韩网反应 真的是我的人生韩剧 一定要制作第二季 迪吉尼再多投资一点 来个好几季吧 说实话票房成功是确定的 真的这次感觉到 英雄故事类不是只有美国可以成功的 Moving一定要看两遍 第一遍看的时候会觉得 啊是这样的的地方 后面伏笔解开的时候 真的一定要二双 结局了 所以时隔半年重新订阅了DG Plus 真的好有趣 现在完结了 真的可以依次追完Moving 除此之外 由吉尚乌宇亚军主演 讲述1990年代 为了将韩中日跨国毒品交易中心的组织 一网打尽 一名警察潜入组织内部的DG Plus韩剧 缺亚交 将在9月27号 接续Moving上线 由魂桑乌主演 讲述守护汉江地区的汉江警察队员 卷入汉江周边犯罪案件的横杠 以及美剧Nanogrut第二季 国家地理等也都看得到 片蛋很丰富 非常值得这个时期订阅DG Plus 对了 即日起至10月4号 在台北新翼新光三院A8北大门 也有DG Plus户外装置 带你穿越 还有复合韩剧Moving Agui的经典场景 可以到DG Plus官方脸书抽奖 贴文留言分享体验照片 更加码抽Moving签名海报 还有Loki周边好礼 讲这下就是DG Plus 明年的权 teste е brauchen了 CINE FUL CINE FUL CINE可以